这是冥王杨坚与林洛时的巅峰一战 林洛时万万没有想到 杨坚的真实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林洛时与杨坚交手整整数百招 虽然略微占据上风 却是依旧奈何不了杨坚 只好与杨坚比拼起的内力 哪知在金梅萍的神奇力量下 两人竟然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在一具躯体内争夺互修 杨坚不再隐藏自己的野心 放言要击败林洛时 成为武林盟主称霸天下 铁手文言再也无法坐视不管 冲上前去劝解起了杨坚 希望杨坚能够及时收手回头是岸 你太信任了 武林总讲得住 你打不过人人 你搞不懂 还有什么力量活在世上 杨坚要铁手赶快离开 铁手却不听杨坚的话 林洛时趁机压制住杨坚 用出了一招火焰拳 将铁手打飞出去受伤不清 追命和冷血见状就要动手 却被铁手拦住担心误伤杨坚 反而是林小谷搞起了偷袭 要趁着杨坚和林洛时纠缠 一剑杀了林洛时屁股报仇 林小谷虽然偷袭失败 却渐渐分开了杨坚和林洛时 林洛时见铁手几人虎视眈眈 金梅萍又在杨坚的手上 只好三十六计所为上计 杨坚同样不愿交出金梅萍 和林洛时先后施展轻功消失不见 两个时辰后 杨坚回到了英灵教总舵 刚刚揭开面具便吐出了大口鲜血 比起武林盟主灵落实 冥王杨坚终究要稍弱一筹 可保住了武林至宝金梅萍 杨坚这次受伤一点不亏 据说金梅萍有起死回生的效用 杨坚为了验证金梅萍的真假 将金梅萍里的水滴在了一株枯花之上 枯花沾水立刻枯木逢春 让杨坚和黑白无常欣喜若狂 感叹金梅萍果然无比神奇 而身受重伤的杨坚 也迫不及待地盘系坐下 并且魅力激发金梅萍 利用金梅萍的神奇力量 替自己治疗与凌落石打斗造成的伤势 乃至杨坚在治疗的过程中 突然被金梅萍的力量反弹 往后倒去梅的动静 将黑白无常给吓得不轻 灵王 灵王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金梅萍果然是天下奇 原来方才杨坚之所以倒下 是在逼出体内的淤血 他现在不仅已经伤势痊愈 还增长了不少的功力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有十足的把握击败凌落石 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时间来到三天后 铁手几人收到消息 冥王重现江湖掀起腥风血雨 仅仅不过是半天的时间 就灭掉了虎头寨和飞龙寨 现在正在前往追风堡 吴晴认为杨坚得到了金梅萍 他们已经不是杨坚的对手 决定派铁手前去劝说杨坚 希望铁手能够让杨坚感谢归正 你去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一定阻止他 那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回来 铁手动身来到了追风堡 发现戴着冥王面具的杨坚 果然在此大开杀戒 要追风堡的众人向他臣服 杨坚文言缓缓收敛的杀气 这让铁手不由的心中一醒 谁知杨坚突然掐住铁手的脖子 让铁手满脸赤红动弹不得 而杨坚也接下了冥王面具 他竟然是凌落石假扮的 为的就是让铁手自投罗网 用铁手和杨坚交换金梅萍 祝你后面会穿白衣的 我去告诉你们冥王 你别守命 天上带着金梅萍 到我这来换人